各位親愛的朋友 今天我專程來到Good Morning Global的總部 參觀和拜訪 你看看獎項多到 我已經數不太多 證明Good Morning Global的產品 是非常之可以順賴的 再看看 介紹一位朋友給你認識 是指板來的 是Chef達都發司入曲 就是其中一位導演人 這位不用介紹 這位也不用介紹 這位也不用介紹 我舊同事Phoebe 這位 這位是Dato Dr. Lim Simbun 也都是Good Morning Global的Jafit人 就是創辦人和CEO的 Dato你好 你好 我聽說你很厲害的 你快問快答很厲害 問你什麼都可以答到 試試看 好 我們來一個快問快答 Listen carefully Dato 我給你五秒鐘是自我介紹 我是Dr. Lim Simbun 是Good Morning Global的寶寶 你今年幾歲 Sensitive 很Sensitive 對我 今年我大 翁翠林四歲 哎呦 OK 你覺得自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哪裡 是笑容的魅力 OK 來 來 OK 你這麼注重健康 是不是要長生不老呢 這是隨緣 我們的生命的長度 輪不到我們控制 但是在保健方面 你一定要去注重 OK 用三個字來形容你自己 忠厚老實 那真的快門快答我 什麼都答到 我們用很短的時間 就要了解 Dato Dr. Lim 有沒有人跟你說 跟你一起的時候 不開心都會變得很開心 會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開心不開心 是選擇在於自己 如果我們做一個COI 所謂COI是 英文叫central or influence 中間影響力的人 嗯 因為我不能夠幫助他快樂 但是我可以影響他 跟我一樣的是一個積極快樂的人 我看你的員工 很多都做很久的很中心的 是不是那個就是你的秘訣 我從2008年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有四個員工 四個還 還是在 還是在 其中就是你 其中 證明 我們的員工 認同公司的一個方向 大家一起來跟你 邁向另外一個里程碑 成功就是沒有放棄 放棄就開始就失敗了 所以他們的態度 會感恩我所講的COI 但是我很肯定一個成功的人 是最有影響力的 尤其是個領袖 你做一個公司的CEO 我們只可以從中去影響他 從中去影響他 你要做些什麼 正確的態度 對公司的一個忠誠 對公司付出的責任 他們來影響他們 來跟你一樣的 在這間公司裡面 大家都一樣的一個歸宿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高層的領導者 必備的一個條件 那現在很多人都談 我們要那個企業文化 可以談談Good Morning Global的企業文化 我正所謂的文化 我們它的範圍很寬 我就把它融縮 一個正能量 跟一個負能量的文化 我正所謂正能量 一個品牌能夠成功 我們假如覺得不可能 我們是一般的人 我們把它弄成可能 就是一個賞機 一個機會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開始在六個月過後 做出來 第一個我自己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記得 如果你不喜歡的東西 你就不要做 如果你自己不喜歡做的 也不可以叫別人做 它是一個相對論 然後我把它做出來之後 我特別喜歡 那我們的哲學是什麼 我們要讓大眾的人 享受美味的飲品 身體被保護了 而不是因為身體差 要去吃藥 那就是我們最成功的一個 philosophy 口感 無形中帶給人的健康 我把這個呆板的印象 推翻了 我把這個布擦掉了 好喝又營養 喝出美麗進行人生 這是我們的哲學 暫時 八幅 一二十五個月 一四十五個月 一八公元 四十五個月